夫君带回来一个姑娘 我等她行礼 她嚷嚷着人人生而平等 我提议她做妾 她拉着夫君要一生一世一双人 夫君叫我让着她 我漠然半晌 一脚把她踹进臭水沟 你才和狗生而平等呢 你们两个一生一世一双狗去吧 宋燕回来之前 皇兄反复叮嘱我 最近收敛着点 宋家刚立战功 这时候我做妖的话 她不好意思明着偏帮我 我拍着胸脯 保证会贤良舒德不搞事 宋燕凯旋之日 我贤惠地领着一众机械 在门口迎接她 然后就看到 跟着她一起回来的 还有一个陌生面孔的姑娘 那姑娘穿着奇装一服 从宋燕的马车上下来 环视我们 露出不过如此的神情 喃喃自语 看来古代大家闺秀也就 两只眼睛一张嘴巴嘛 直到看到我 她顿了一下 有些别扭地补充 美则美矣 没有灵魂 宋狗看着她满眼温柔笑意 他们自然没有你鲜活灵动 她的喃喃自语太大声了 我们一群人听得清清楚楚 我身后一个贵妾非常生气 大胆 看到少夫人还不行礼 一群人盯着她 那姑娘不满起来 嚷嚷着人人生而平等 不情不愿 磨蹭着 宋燕显然很是欣赏她的直率 觉得她如此与众不同 还替她说话 无双她和你们不一样 别逼她恪守你们那些繁文入节了 许久不见 再一次见面 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为别的女子撑腰 我捶着眼帘 抬手制止了身后一群 逐渐躁动的侍妾们 语气柔和 算了 初次见面就不讲究那些了吧 凯旋的喜庆日子 我不想因为这些起冲突 刚在皇兄那夸下海口 起了冲突 不方便进攻告状 往回走的路上 穿堂冷风吹来 我小小打了个喷嚏 想起旁边那个姑娘 衣服单薄清凉 正想解下披风给她 结果宋燕倒是难得体贴 把自己的披风围在了她身上 我动作顿了会儿 善善放下手 有些仇人 那该怎么表现 我的闲凉温婉 她一直在前面走 身边是那个姑娘 倒是把我这个正牌夫人 都落在身后了 我快不赶上他们 温柔友善地询问 不知这位姑娘家中如何 宋燕没有搭理我 只顾着给那个姑娘 一衣襟 我面上尴尬 她的是为小生 替她回答 苏姑娘是个姑女 姑女呀 那也给不了太高的位分 我贤淑体贴地主动提议 不如 那了苏姑娘做贵妾吧 嫁妆我替她准备 像我这般大度周到的主母 她也应该满意了吧 我语气低落 不自觉发酸 凭什么狗男人 可以拥有这么多美人当事妾 我却被皇兄摁着 一个面手也捞不着 心酸 谁知宋燕忽然停住 可能以为我语气低落 是因为吃醋 脸色不太耐烦 照金玉 她的事情不用你管 那姑娘也听到了我的提议 没有欣喜 也没有感激 反而很不屑一顾 郑静姑娘 谁要给人当妾呀 一句话让我身后 一群侍妾的脸都黑了 她不管不顾旁人的面色 拉着我亲夫君的手臂撒娇 送郎 我可是早就说过了的 我宋无双 绝不和人共事一夫 我只接受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 说的什么傻话 一生一世一双人 有条件 谁傻不拉几 搞一生一世一双人啊 不养百八十个美男 都对不起自己投的胎 我惊讶地看着她 还没说什么 宋燕怕我责难她 先护起独自来 照金玉 她一介孤女 无依无靠 又天真单纯不像你 你别为难她 让着她点 我愣在原地 沉默半晌 一脚把她踹进臭水沟 不装了 翻着个大白眼 不屑又傲慢 你才和狗是儿平等呢 你们两个 一生一世一双狗去吧 天可怜见 我真的有努力在收敛着 贤良书得了一刻钟不到 可把我辛苦坏了 狗男人在水里扑腾 我转头看向一旁的穿越女 你也别闲着了 不是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吗 自己跳下去 和这狗东西一起共患难吧 穿越女惊呆了 满脸怀疑人生 毕竟我刚刚表现的是那样贤良淑德 大度体贴 温柔小意 总之很好欺负 很会忍气吞声的样子 可实际上 这些大家闺秀的传统美德我一个字都不沾边 身为皇帝唯一的嫡亲妹妹 大梁王朝唯一的公主 我不嚣张 谁嚣张 我不跋扈 谁跋扈 我吃笑 不知死活的玩意儿 在本公主面前喊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 你怎么不去和街上的乞丐平等呢 你怎么不去和田里的老汉 一生一世一双人呢 田里的老汉 娶不起第二个媳妇 绝对不会让你 两女共事一夫 她哑口无言 听到我的自称脸都白了 估计宋燕没跟她说 我除了是宋家的儿媳妇 更是王朝金尊玉贵的昭玉公主 穿越女摸摸唧唧不肯跳 我一脚把她也送进臭水沟里去了 欣赏着一对狗男女泡在臭水里扑腾 我笑盈盈好心提醒 小心点哦 刚清空的河塘 里面泥蛇 水质 螃蟹多着呢 话音刚落 穿越女尖声大叫起来 脸色惨白 使劲挣扎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要溺水了呢 我皱了皱眉 无情嘲笑 别好了 这水就急腰深 你这样挣扎是淹不死人的 你可以试试躺下去再扑腾 穿越女僵硬地尬在原地 宋燕已经爬上岸 恼火地扯掉头顶上的藕结 怒气冲冲 照金玉 你把我种的莲花全铲了 是的呀 我大大方方承认 这臭水糖 刚铲的 新鲜的 喜欢吗 某人去了边关 不乐意回来 这荷花赏又没人赏 不如填平重点 我爱看的 对面乌漆麻黑的人走过来 满身是你 实在是太埋态了 我嘴上气焰张狂 理所应当 脚下暴露嫌弃 耸了八肌连连后退 往一旁的美人身后躲 但是脚上一阵钻心地疼 完了 刚刚踹人扭到脚了 煞时疼得我眼泪汪汪 一堆美人们看到 立马围过来紧张询问 殿下 您怎么了 正好这是宋燕他爹 他娘 他哥 他嫂回来了 看到这一幕 一行人愣了一会儿 老将军一声怒吼 宋燕 你又欺负殿下了 那天晚上 宋狗被押到祠堂 打了几十大板 穿越女在臭水堂泡了一宿 我被府衣们 围着医治扭伤的脚 美人士妾们聚上来 对我嘘寒问暖 婆婆和嫂嫂 给我拿了一堆补药 老将军骂骂咧咧 跟我保证 下次他敢惹哭你 老夫打断他的腿 宋燕挨完揍 刚好被抬进门 孤零零一个人趴在角落 就一个学徒在给他上药 好不凄惨 我不厚道地笑了 正好被他看到 我俩对上视线 眼神噼里啪啦 火花带闪电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的那种 良久 他冷哼一声 别开了眼 他讨厌我 所以我也讨厌他 我俩相看两相宴好多年了 当初成亲 新婚当晚 他丢下我 跑去青楼喝花酒 给花魁捧场 被抓回来后 挨了一顿打 后面一个月 天天睡书房 不肯去新房 又挨了一顿打 接着他死皮赖脸 混进宋家军 里面和他爹一起出征去了 出征一趟 混吃等死 啥战功都没有 还带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姑女回来 对 这不 又挨了一顿打 天天挨消 屡教不改 要不是 看在他爹他哥战功赫赫的份上 这祸骨灰 都被扬在护城河里了 要不是他全京城醉俊 我弄死这酒囊犯袋 我跺着脚 凶狠地朝皇兄道 皇兄一点也没有被我的凶神恶煞 吓到 反而笑起来 轻瘦的面旁骨骼分明 笃定极了 你不会 他是宋家的小儿子 你不会含了宋家老臣的心 笑得太猛了 他无嘴咳起来 我连忙心疼地给他拍拍背 这咳嗽声 听得我心一阵一阵慌 皇兄让我做做样子 好歹送点药给宋燕 我想也没想 立马点头 乖得不得了 满身腻骨都顺了 生怕他一个激动 再咳嗽起来 回了宋府 我亲自去厨房 熬了半天药 亲手提去看望宋狗 一到那 正好撞上穿越女 也端着一碗药 准备进屋 我懒得看他一眼 路过他到了宋燕床前 也懒得看他一眼 滚烫得要往桌上一放 严谨一该 喝 宋燕奄奄瞥了一眼 皱眉 扭头 怎么是你呀 不喝 怎么 你怕苦 我怕你加了料 宋燕恶意揣测 他把我熬的药晾在一边 接过穿越女端来的碗 一口闷 穿越女看我一眼 又对着他柔声细语劝 宋狼 你慢点喝 炖了好久呢 要劲太大 吃梅蜜见屈屈苦 那一眼 宫敬害怕底下藏着某种得意 某种看来 公主也不如我受送郎待见的虚荣感 我可是父皇亲自教养长大的 他那点小心思 我扫一眼就能看透 话里话外误导人 好像这要是他辛苦熬的一样 实际上他就是等厨房熬好药以后 抢了送药婢女的活来献殷勤 宫斗宅斗 惯用伎俩 毕竟谁会真的去干厨房的苦茶室呢 可我会呀 他不知道 他从厨房端过来的药是我手 着火为了好几个时辰到剩下的 争宠羡慰者只需拙劣地讨好男人就行了 可我是公主 形式可以自私 但不能破绽百出 比如这碗药 从我手里送出去 万一有戏作中途放点剑屑封喉的毒 进去挑拨皇家和武将的关系 那可就给皇兄添麻烦了 他只看得到我的飞扬跋扈 看不到我背后的缜密 然后沾沾自喜 自己讨到了男人的青睐 正如他看不到我有意地游他 纵他 放任他 宋燕咬住那枚蜜剑 又呸了出来 太甜了 这矫情样看着就眼烦 我转身走人 才不管他喝不喝药 我只管做好表面功夫 让皇兄安心就好了 接下来好几天都是一样的 我送的要他晾在一边 甚至倒掉 苏无双送的他就老老实实喝 不过他隔应我 我当然也不会认他隔应 一组药快熬完了 还剩最后一副 我哼着曲儿放了点八豆 黄连进去 拎着石河走在路上 陆于一群赏花的侍妾 美人们非常殷勤地想帮我提东西 这可不行 这碗是真的加了料的 我怎么忍心让美人姐姐们被殃及无辜 我坚定地要自己提着 连婢女都用不着 正推俱奸 苏无双经过 畏畏缩缩见了李 等我走到宋燕门前的时候 正好听到他跟宋燕说道 大宅院里的女人们真可怜 慈敬无处不在 前台词 我和那些女人们就不一样了 我不搞慈敬 我与众不同 而且我怜悯她们 看 我多么善良有同情心 宋燕不耐反道 一群女人天天争风吃醋 搞得府里乌烟瘴气 方才争风吃醋 最厉害的那个贵妾 听到这话 义愤填膺 撸起袖子跟我请示 殿下 妾去把这对狗男女的头拧掉 我满脸不赞成 这太暴力了 小花 跟你说了多少遍 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现在可是高门贵妾 要文雅 要闲静 话音落下 肚子没停 一推开门 我非常顺手 非常暴力 非常双标的 把手里的石盒 往狗男人头上砸过去 正中宋燕狗头 宋燕狼狈的正好发迹 脸上满是脑怒 赵金玉 你发什么疯 我甩她一巴掌 你闭嘴 没管她 悠哉悠哉 夺不到素污霜面前 看着她受到惊吓的可怜样 轻笑着问 不搞辞尽是吗 那你别缠着别人家的有夫之夫了 出大门又转直走 有个尼姑安 你去呢 保证一辈子也见不到男人 去为百姓万民诵经祈福怎样 素污霜念诺良久 不敢接我这话 宋燕顶着巴掌印挡在她身前 挡在一个外人面前 和我这个结发妻子对质 赵金玉 你有什么不满 冲我来 别刁难她 我 她不值得我刁难 我自顾自作下 品着茶道 等你把今天的药喝完我就走 这样我也算完成任务了 她肯定早猜到我天天来送药 是皇兄授意的 宋燕美好气地吩咐 把药端来 苏无双把她端来的那碗药奉上去 小拇指不小心触到宋燕 红着脸看她 气氛暧昧起来 我在一旁看戏的悠闲样 一边杀风景的讽笑 不搞辞敬呀 只伺候男人 当了婊子又立牌方 这样就可以假装正经人 嘲讽同情别人是婊子了 苏无双战红了脸 不敢反驳我 看向宋燕 期望她替她说话 奈何宋燕正忙着喝药 浅尝了一口 她眉头皱起 好苦 今天的药怎么不一样 我语气凉凉 不会是加了料的吧 肯定没有 苏无双心虚的小声应答 毕竟不是她亲手熬的药 被我的话一击 为了自证药没有问题 她被迫端回碗 喝了一大口 苦的脸都猙獰了 宋燕胡疑着 苦着脸 喝了剩下的药 我忍不住笑起来 笑得两人莫名其妙 在他们疑惑不解的眼神中 善良的提醒 是真的加了料的哦 加了黄莲 八豆 因为这么久以来的药 都是我配要熬的 啪 宋燕手中的碗 硬生掉在地上 她难以置信 看向苏无双 你不是说是你亲手熬的药吗 宋双惨白着脸 捂着肚子 事已至此 当然也误导不住人了 心虚地承认 是 是我在厨房端来的 莫聊眼藏压意 看我一眼 估计是没想到 她端的那些药 竟然 是我这个当公主的 亲手熬制 哦 宋燕脸黑了 不过来不及责问她 要笑上来 她黑着脸跑开了 苏无双无措地站在原地 我 你不去茅房吗 接着我清晰地听见她肚子 一阵咕噜声 苏无双羞红着脸跑开 直到下午 宋燕才虚脱地爬出来 和服的人都在一旁看热闹 她恼羞成怒 扯着嗓子怒吼 滚 都给也滚 下人们背吼得猛掉 她们并不知道 小少爷怎么了 她们只是来分 莲藕和螃蟹的 我正指挥人 把清空的莲堂 翻了个底朝天 翻出来的 藕结胡仙各个院子里 送完还有多 就给和服的家丁丫鬟们分 宋燕看到我把她的 真品莲花铲了 莲藕还拿去送人煲汤 眼前一黑 有气无力地哀嚎 你这是暴殖天物 我 本公主不喜欢的 再珍贵 也不算珍贵 纸桑骂槐 宋燕听得懂 虽然她是个不学无术的 顽固子弟 但生的一张好脸 毅力绝秀 事无其二 大街上打马过 衣袍流晃肩 凤眼眼腕一扫 便能缭乱人心 一一天光之下 满楼红绣招 加上优越的家世 也算京城众多闺秀 最想嫁的公子之一了 可不喜欢我的 自然也不会得我喜爱 生得再俊美都是 母后是个死颜空 因为沉迷于宋燕小时候的颜值 早早就约好了要和宋家结亲 结果宋燕越长越歪 眼看着往废物点心的方向发展一去不返 大家就默契地把这口头婚约忘掉了 后来隔壁越国来世 送完自家的一堆公主后 请求两国联姻 求取梁国公主为太子妃 她越国敌的树的公主一堆 可我父皇就我一个闺女 当然不舍得我去越国 刚收完人家的美人 又不好直接回绝 于是就说我已有婚配 往底下大臣堆里一扫 示意来个为君分忧地认领一下这桩婚事 驸马不可以当官 不可以打仗 总之不是有志青年的首选 一群大臣们沉默了 还好宋老将军比较忠君爱国 把自己的小儿子贡献了出来 说两家已有娃娃亲 我父皇也这才想起来这个口头约定 非常感动老将军的为君分忧 破例允许这一届驸马打仗当官 一切照寻常百姓家来就是 在场的大臣们肠子都毁清了 早知道我父皇这么大方 谁会拒绝当朝第一美人的嫡公主呢 父皇很乐意 母后很乐意 老将军很乐意 我无所谓 宋宴一点也不乐意 她心有白月光 那个姑娘就过她一命 也是个孤女 宋家感激她 让她以表小姐的身份 在宋府生活了几年 宋宴大抵是很喜欢她的 不接受我 顽强反抗 大有非清不取的架势 奈何被她爹她哥无情镇压 搞得我好像一个什么棒打鸳鸯 横插一脚的恶毒之人似的 我收拾了一下 准备去见宋宴 给她出出馊主意 教唆并资助她带着那姑娘私奔 然后我以弃腹的名头 伤心欲绝地含泪 收集各色 长得像她的美男面首 以示对夫君的思念 宋宴生得这样好看 不管什么类型的美男子 多少都会有几分像她 多么皆大欢喜的馊主意 我前脚刚迈进宋府 后脚那姑娘就去见了我父皇 自请去越国和亲 于是我那番离京叛道的话 还没出口 宋宴一脸怀疑地质问我 是不是你逼她去的 我 父皇舍不得我去越国 自然要找其他人代替 奈何她后宫 就我母后一个 子嗣就我和皇兄两个 没有其他直系皇族女眷了 这时候就看得出 我父皇多么吃亏了 别国的皇帝后宫家里三千 公主们当工具人养 送起来一送一堆不心疼 她的公主就我一个 当宝贝养 送走我 她就变半个空巢老头了 父皇号召大臣们 踊跃和亲 多来几个 以量取胜 但是越国遥远 谁家愿意让女儿 远嫁他国呢 这时候那姑娘竟然站出来 如此深名大义 出乎所有人意料 父皇很高兴 给她封了个公主 准备了好多嫁妆 开开心心 将她送到越国使臣那儿 我没捞着面手 她没反抗成功 我俩到底是凑成了一对 成亲那天她跑去青楼捧花魁 我打着哈欠想睡觉 被皇兄督促着去把人找回来 于是我又打着哈欠到了青楼 甩给老宝一打银票 在她目瞪狗呆的眼神下 懒洋洋说 这栋楼 我买了 半个时辰之内 你把楼里漂亮的姑娘游旗 那个花魁打包送来送府 以施压人 抢买抢卖完 扭头吩咐侍卫 留一队人 半个时辰后 把这栋楼烧掉 我才懒得爬楼梯找人 回去的路上 陆玉归公在折磨逃跑的新人 又让侍卫把这群猥琐男揍了一顿 把那个叫小花的姑娘捞上车 归公叫嚣着 你是何人 敢不敢报上名来 我家主子可不是好惹的 你家主子是谁啊 我兴慰十足 让人掀开了车帘 歪头看他 刚刚还叫嚣着的人 眼睛都看直了 一群人眼神逐渐变恶心 问他主子是谁 又说不出个名头来 我自报家门 记好了 我是宋府的二少夫人 也是你现在的新主子 有问题的话 去找宋家二郎 话尽 侍卫手起刀落 一行人脑袋落地 只留下刚刚那个叫嚣的 屁滚尿流跑了 留一个放回去报信 冒犯当朝公主 暗律当斩 这便是下场 欺男霸女 火烧明楼 做坏事的时候 我全程报的宋宴的名号 不是喜欢美人吗 那就全塞到宋宴院里当侍妾 拜她的声明 用她的钱养 穷死她 顺带吩咐门房 今晚不准放她进来 门房犹豫 我把完这公主令牌 朝她冷笑 门房框地把门关得严严实实 做坏事的时候 我是宋宴的夫人 做好事的时候 我是赵金玉 以施压人的时候 我便是赵玉公主 她新婚之夜 放我鸽子 让我难堪 我直接端了青楼 让她露宿街头 让她承担后果 让她成为一桩笑柄 这便是回敬 不过可能是燕屋即屋 宋宴连我薅回来这群美人 也不待见了 搞得一群美人察言观色 天天围着我转悠 为了站稳脚跟讨好与我 小花就比较傻了 她只想报恩 这姑娘原来是江湖中人 武功高强 头脑简单 我把她提为了贵妾 宋宴一脚踩鞭 我良心发现给她留的藕种 冷笑着嘲讽 是啊 你赵金玉除了亲皇兄 只喜欢狗和给你当狗的 我 比你只喜欢白莲花绿茶婊好 宋宴 难不成喜欢你这样 骄纵跋扈 冷心冷肺的 我 谁要你的喜欢 狗可爱 你又不可爱 嗷呜这一声狗叫 打断了我 转头就看到我养的狗子 正追着苏无双跑 狗嘴一张 咬住了她的袖子 苏无双脸着地栽了个跟头 惊恐地看着我家威猛大将军 这里怎么会有 哈 是 骑 藩帮进贡的狗 我很是嫌弃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你俩是从茅房跑出来的吧 正想着 这狗不能要了 她嗷呜着扯素无双的袖子 扯出来几枚蜜剑 对着她低吼 又委屈地对着我嗷呜 照顾狗的家丁气喘吁吁赶上来 解释说 殿下 是这姑娘勿拿了威猛大将军的零食 才被追着咬的 素无双额头 磕破好大一块 衣袖被扯烂 浑身是泥河草 加上吃了黄莲 八豆泄了一天 脸色苍白 尴尬得无地自容 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我 只咬了衣服算什么 追着咬 人也好 蜜剑也好 不问自取是未偷 要咬就咬偷子的手 狗子鬼惊鬼惊的 一听这话 嗷呜一口咬住素无双的手 她爆出一阵刺耳的尖叫 爬着躲开 手上多了个血口子 抬眸可怜兮兮地看向宋燕 我 我不知道那是狗吃的零食 我不是故意的 放低了姿态 想衬托我的恶毒跋扈 让宋燕给她撑腰 宋燕犹豫了一下 还介意着她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谎称自己熬药的事 看着她的七处模样 到底是偏向了她 对我说 你 我不耐烦听狗男女废话 反正穿越女阁应我 我就逮着宋燕教训 谁让人是她带回来的 一律算她的错 伸手想甩她的大嘴巴子 被她眼疾手快 攥住了手腕 宋燕怒吼 赵金玉 你能不能有点大家闺秀 文雅贤静的样子 啊 你不是最看不上古板无趣的 大家闺秀吗 我笑着回答 杨起另一只守护了她一巴掌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爽啊 宋燕气急败坏 手上不自觉用了点力道 我撕一声 她连忙放开 我凝白的手腕上 已经被钻出了一道青子 她满脸怀疑人生 一退三米远 生怕被老将军碰到 误会她在欺负我 我身骄肉贵 踹人都能把自己弄伤 打不得 骂不得 气不得 连钻都钻不得 宋燕无能狂怒许久 顶着巴掌印 袖子一甩 对着肃无双道 你招她惹她做什么 宋燕没帮肃无双撑腰 扶袖走了 且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逐渐对她失去耐心 肃无双在府里的日子 日渐不好过起来 没了靠山 嚷嚷着 男人都是大猪体子 靠不住的 说要搞事业 我对她嘴里的事业很感兴趣 听起来蛮有意思的 让服侍她的人事无巨细都抱上来 结果 这人嚷了小半个月 享受着宋府的富贵闲人生活 一点要奋斗的迹象也没有 反而又开始产生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知道我嫂嫂 每日成婚定省 管理中馈以后 非常不屑 古代的女人被驯化得真好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依附于男人生活 还得伺候公婆 我要是有这家事条件 要什么男人啊 搞事业不香吗 臭水塘里抛了一宿后 她倒是学乖了 不敢当面嘲讽人 不过背后嚼舌根 倒是一点没少 看来还是日子过得太好了 我反正闲来无事 转悠去嫂嫂那里 吱会了她一声 又转悠去了苏无双面前 坐在主位上 老神在在品茶 这茶不错 给你用来扭饮浪费了 苏无双有些慌张 在下边大气都不敢出 我打量打量四周 这客房也不错 给你躺着也浪费了 再看看底下的仆妇家丁 苏姑娘讲究人人平等 这么多下人伺候 你肯定心里不舒服 大家都是平等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惯着你呢 是吧 这些下人 同样是浪费了 苏无双冷汗都冒出来了 不知道我又要搞什么幺蛾子 我放下茶盏 轻飘飘说滚去柴房住吧 苏无双当然不愿意 讨好的看着我 殿下 是我做错什么事了吗 我可以改正 我 长嘴 身旁五大三粗的魔帽 啪啪啪 伤了她好几巴掌 提点她 在殿下面前要自称民女 素雙脸肿成个猪头 泪光闪闪 面上怯弱 眼底藏着屈辱不甘和愤恨 小声答 民女知错了 我诞生到 你在这府上 吃穿用肚 仆妇家丁 都是大少夫人安排的 你饭来张口的时候 她忙到没有时间吃饭 你既然看不上她 就沾她管的人合适 素雙瞪大了眼睛 显然没料到她 私底下嚼的 蛇根我都清清楚楚 柴房四处漏风 雨天漏雨 滚去柴房住了几天后 素雙就受不了了 守了许久 在路上偶遇了送宴 明里暗里跟她诉苦 希望她替她出气 她不知道 两月两国分分合合 如今战事又起 身为宋老将军的儿子 宋宴虽然废 但好歹能用 也被迫忙起来了 根本没有心思搭理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素雙失望而归 看着清汤寡水的饭菜 和一旁谨剩的婢女抱怨 堂堂送福 这么抠嗖 就给我吃这个 末了又感动的感慨 其他人都是捧高踩低的货色 小草 只有你还愿意跟着我 坐下来和我一起吃吧 你我是平等的 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以后我发达了 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小草受宠若惊 也感动极了 表了半天忠心 一转头 把监视的成果报给我 殿下 他最近在收集鲜花 说是要做什么 面霜 不仅是面霜 素雾霜为了赚钱 还鼓刀起来什么面膜胸衣香水 折腾了几个月 到了开春 还没有什么起色 因为他鼓刀的这些 早就有人在卖了 只是不太被京城众人接受 推广不开罢了 而且 他一介孤女的身份 在外面施展不开 没有多少人信任他的点子 处处碰壁 孙无双终于意识到他所谓的 搞事业 多迷想天开 在柴房过了好几个月的苦日子 又无名无分 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终于有一天 他千辛万苦 找到我面前 祈求我 殿下 我 民女愿意当妾 你说什么 肃双咬着唇 屈辱的放大声音 民女想给二公子当妾 我看了他许久 笑起来 你确实是天真 肃双疑惑地看我 仆妇丫鬟中央 诸围脆绕之中 我垂眼看向他 难得正色与他说话 别忘了 我是公主 宋燕是驸马 虽然人都很少这么喊他 可他始终是皇家的女婿 驸马哪有资格纳妾 后院那些只不过是我赌气收进来的 是给我逗去解闷的玩意儿 你看他们敢凑到宋燕面前去吗 你看宋燕搭理他们吗 父皇也说这届驸马可以当官打仗 可宋家敢让他真的单时执掌兵马吗 我和父皇可以任性妄为 但宋燕和宋家可是时时务的 先前不过是随口一提 你当真了呀 可你那时 不是心高巧 看不上宋家妾吗 肃双哑口无言 留下他 惯着他 不过是想看看他脑子里 有没有什么有用的知识 结果他折腾了好几个月 也没折腾出什么新鲜花样来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处处碰壁吗 我透露给他 你并不是宋燕带回来的第一个孤女 在此之前 还有一个叫顾如烟的 你搞的那些东西 他早就是过了 顾如烟可比现在这一个厉害多了 他一来就是宋燕的救命恩人 被宋家当作表小姐养 比肃双无名无分的好态度 他在京城 搞发明 做生意 女扮男装 结识了一堆男人 与王爷众臣称兄道弟 还在花神节献舞 一曲惊鸿五名动天下 多么清新脱俗不做作的女人哪 京城里最受欢迎的几个贵州公子 除了我皇兄 全是他的裙下之臣 多男争一女 闹出了不少好戏 但这些都只是他的鱼而已 他野心勃勃 目标是我皇兄 奈何我不喜欢他 皇兄自然也不喜欢 皇兄是他的目标 宋燕是他的退路 奈何宋燕被指给我当驸马了 他的退路没有了 顾如烟到底是有些慌 乱了阵脚 直到后面发现了一个不亚于 我皇兄的新目标 越国太子 顾如烟自请去了越国 可能是想去攻略越国太子吧 他心大得很 想当一国之母 又想皇帝守着他一生一世一双人 可他不知道 越国太子可不是什么善类 满朝文武 没有人愿意把闺女送过去 不仅是因为远 更因为越太子不可能是良人 无知真是无畏 那个女人现在在越国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苏无双听完 难以置信 原来 我只是一个替身吗 我 那倒不至于 他比你高明多了 你像不了他 我拍狗一样 拍拍他的脑袋 你好好待着 不做不闹 就可以在宋府一直待着 直到老死 好歹我也从他搞的事业里 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不至于过河拆桥 给他养老算是报酬了 谁知道他作死 趁皇兄来看我的时候 勾引他 我亲眼看到 他软脚瞎一样晃了一下 跌倒进皇兄怀里 历时沉了脸 走上前去把他推开 素霜看到我就慌了 他对我有一种本能的恐惧 当然 恐惧底下是不甘 不然怎么会想着 对皇兄头怀送抱 他可不知道 皇宫一个妃子也没有 像这样想当我皇嫂的 全都当场处决掉了 对外就宣称皇帝心有所属 不愿娶妻 我面无表情 一句废话也没有 仗毙 肃无双惊叫一声 难以置信 也是 往常他冒犯了我那么多次 按规矩骨头都在乱葬岗击挥了 不过我老赵家向来不讲究规矩 看他有用又蠢 我都饶他一命了 他不会以为堂堂公主只会斗嘴踹人吧 不讲规矩 但讲底线 皇兄就是我的底线 我无意多言 试一试为把他拖下去 当平仗毙 宋武双惨叫着被拖走 皇兄是个温和仁德的君主 不过他一向纵容我 我当着他的面杀伐决断 他也只是皱皱眉头 金玉 姑娘家手上沾了太多杀孽不好 我乖巧答应 好 那下次让管刑罚的那些老头老太监去处理 宋燕早把宋武双忘到了脑后 中途回来一趟知道了 顿了半赏 皱眉阴阳怪气道 他勾引我 你随便他蹦打 他一晃悠到你皇兄跟前 你就把人杖毙了 只不过因为我不是你的逆灵是吗 他脑子抽了 还好宋燕没时间多矫情 就被拉走去前线了 战事结束 越国战败 他们的太子和太子妃还被宋老将军俘虏了 宋燕这次回来 身边跟了一个女子 顾如燕 看来顾如燕在越国混得还行 居然捞到了太子妃当 不过这倒霉蛋 当着太子妃就和越太子一起被俘了 身为敌国太子妃 她本该是和越太子一起被关着的 但她又是宋家名义上的表小姐 我父皇亲封的梁国公主 宋燕的救命恩人 于是宋家把她保了下来 送回宋府 顾如燕到宋府的时候 我在看望皇兄 他下潮时晕倒了 我火急火燎赶进宫 守了他一夜 龙床上的人双目禁闭 脸色苍白 身形瘦削 他也不愿意告诉我是什么病 但肉眼可见 病情越来越严重 我烦躁地走出殿门 路过一群太医里边 最年轻俊俏的一个 他是怨政的徒弟 我垂眼看他 好好医治 治不好的话 我拿你陪葬 年轻太医扶手 殿下放心 沉定当尽心竭力 出宫的时候碰到了 押送越太子到行宫软禁的队伍 传闻越太子明 残暴是血 草菅人命 无数女人死在他手上 擦肩而过时 我看清了他的样貌 墨发垂落 眉梢唇角还带着伤 烟红的血印在如玉苍白的面庞上 练艳的桃花深眸 一台眼便是震撼人心的俊美 他也看到了我 不子顿住 遭遇公主 可是不认得孤了 当然认得 他祖宗十八代我都认得 我小时候被父皇按头 继权了各国王孙公子的 我请笑 认得呀 你以前来过梁国的 我们也算旧时了 要不要来我府上坐一坐 实际上我跟他没多少接触 一点也不熟 我厚着脸皮 睁眼说瞎话 越国太子有些意外 好 于是 在宋宴带着顾如烟回来后 我回宋府时 也带着一个男人 顾如烟的噩梦 顾如烟正在抱怨 宋宴把这片连堂填了 还种野薔薇 没人要的野花 拿笔得上真品莲花 她像个归来的主人家一样 对宋府的变化指指点点 可本公主就喜欢这些野花 我迎面从花间走出来 看到我那一瞬间 她瞳孔一缩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我真容 顾如烟也算个难得的美人 顺风顺水惯了 寨衣看见我 错愕 惊艳 自残行愧 极度的表情收都来不及收 不过她很快脸去神色 大答方方行了礼 柔声细语说 殿下有所不知 这水中的莲花不是普通品种 而是有价无市的真品 正所谓出于泥而不染 酌青莲而不妖 接着 她的婢女 把她不好意思自吹自擂的 后续接了下去 公主殿下来得晚 可能不了解 这桃莲花是宋二公子 特意为我家主子种的 我家主子赏花时 失信大发 艾连说一出 当时京城洛阳只贵 宋二公子也在府中 凿堂种了一尺子 说得好像我很没见识似的 顾如烟很是感慨 到底是人走茶凉 如果当时我没有替殿下去和亲 宋燕和殿下也不必如此相看两眼 说得好像和亲是我逼她去似的 明里暗里炫耀宋燕对她的爱慕 洋洋得意她大方让出人 我却还是不得宋燕喜爱 我笑了 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有嫁无事吗 顾如烟答不上来 我 我急急之年祈福 从宫里随便摘了几只荷花 万民瞩目之下捧了一会儿 从那以后这种荷花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品种 有嫁无事 你能赏到它是因为它贵 它贵是因为我喜欢过 本公主喜爱什么 什么便是真品 你的意见不重要 憋回去 顾如烟张着嘴 却不知道接什么话 在她过往的接触里 斗赢了许多世家千金 骨子里对别的女人带着一种轻蔑 可她都不配和我斗 真正的公主面前 她不过是个跳梁小丑 我舍了一只带刺的野薔薇 粘进她的发肩 细刺擦着她的头皮而过 时辰已到 岳太子妃留下来用午膳吧 往身后一拽 岳太子手中镣链子绷紧 被我拽了出来 她神色自若 丝毫没有被当成狗拽着的屈辱 看到岳太子的一刹那 顾如烟瞳孔皱缩 也不知是怕被刺到 还是看见了克星 微不可查地站立了一下 午膳是宋家的接风洗尘庆功宴 所有人都到齐了 看到我带着顾如烟和岳太子走进来 全场目瞪狗呆 宋燕猛地站起来 俊连铁青 把我拽到一旁 手上绷得死紧 不过赚我守时力道 却控制得极好 你带岳未明来干什么 我理所当然到 就许你带女的回来 不许我带男的回来吗 宋燕噎住了 半赏 她不自在地解释 是她非要跟着我的 她到底就过我一命 我欠她恩情 不管她怎么不甘愿 饭还是要吃的 顾如烟在岳太子旁边战战兢兢 畏畏缩缩 宋燕莫名其妙声闷气 是对面的男人 围眼中钉 肉中刺 宋家两个将军 尴尬地合 自己的俘虏一起吃庆功家宴 岳太子优雅淡定地吃饭 看不透谋色 一顿奇怪且煎熬的午膳用完 宋家临场反悔 速度飞快地把顾如烟 打包随岳太子一起送去了行宫 公主不高兴了 他们品得出来 不高兴主要是因为皇兄病情加重 又被迫坚果 一堆破事要处理 放在往常 我会觉得顾如烟挺好玩的 现在没心情 只想让她有多远滚多远 不过我没让人软禁她 甚至还在背后受一个家的活动 多邀请她 顾如烟爱出风头 天天吟诗作对 和梁朝的才子们比才华 她的那些诗词 虽然东一郎头西一郎头 可水平都极高 给她挣了好多赞誉 一众大家闺秀 都比不过她一个人光芒四射 捧得越来越高 顾如烟到底是有些飘了 在上司祈福的宴会上 居然劝我 殿下 您身为公主 何必又于内宅争斗 不如像我一样 闯出一番天地 活出自己的风采来 哪只眼睛看到我内宅争斗的 我最近都要忙疯了 使臣和越国谈判又不太顺利 看样子越国想放弃这个皇太子 想想也是 越国不缺皇子 花大价钱把这一个赎回去 不如重新立太子 她嘚瑟了一堆 我冷漠无比 哦 宴席上 我亲自出了个题目 底下个贵女们笔诗作一首诗 彩头是一个不知道放着什么珍宝的檀木盒子 题目是永春 贵女们纷纷献了诗 轮到固如烟时 她一句等闲时得东封面 万子千红总是春 轻松拔得头筹 一片称赞声中 我挥挥手让人把彩头给她 示意她打开 固如烟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个册子 她疑惑地打开 脸色忽变 众人疑惑地看着她 我 这个彩头 喜欢吗 固如烟脸色煞白 说不出话来 我随手指了个贵女 让她上去帮忙念念 贵女疑惑地扯过固如烟手里的册子 圣日寻方似水滨 无边光锦衣是心 等闲 越念越不对劲 等闲时得东封面 万子千红总是春 提字 珠希 贵女惊讶 你刚刚做的诗 为什么会写好了放在彩头里 众人越发疑惑 我吃笑 因为那不是她自己想的 是她倒用来的 惯以自己的名义 用来出风头 眼神掠过后边 侍卫们上前将固如烟扣鸭 另有一堆宫女 拿着厚厚一本笔记 爱个给在场的人传阅 人群里发出惊叹 爱莲说周敦仪写的 厚厚一本笔记 苏武双那里薅来的 我还逼她把真实的作者 标上去了 终于有人问 这些人都是谁 为什么一个也没有听过 容身为我贴身婢女的小花 积极上前解释 一语经四作 是另一个世界的古人 她和我 则是另一个世界的现代人 顾如烟瞪大眼睛 她怎么也想不到 小花也是穿越者 小花眼瞼一概 解释清楚了 揭开了穿越者的神秘面纱 在场的高官 贵夫人 贵小姐消化了好久 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 我 正好 今天把你们都聚齐了 宣布几件事情 招手让太监上来 打开写好的圣旨 挨个念过去 其一 这文臣 书里唐诗诵词 标明原作者 刊印收藏 其二 鼓励穿越者进见 我朝广纳闲才 有才能 皆可破格录用为官 其三 揭发检局 隐瞒身份的穿越者 赏金千两 其四 女子可科举 可为官 可继承 最后一条 穿进去的 和上面那些放在一起 没引起人的注意 当着所有人的面 固如烟被押送下去 今天开始 无论庙堂还是朝野 都不会再轻易受意识之人 蛊惑 番外谈判失败 越国不肯挨宰 坚持要回去重新立太子 对 越太子砸手里了 我打算去把越太子 迁到其他地方 一个被抛弃的就太子 不值得放在行宫供着了 固如烟被我以盗窃罪 打入了大牢 先前顾着他的越国的身份 没处置他 现在也可以处置了 我等着宋燕 去捞他的救命恩人 等了好几天 他都没动静 我亲自去找他 你不是喜欢固如烟吗 你怎么不去救他 宋燕满脸莫名 我什么时候喜欢他的 我怎么不知道 他就过你一命 你应该以身相许 我满脸认真 宋燕跳脚 就过一命 就要卖身吗 那约为民岂不是 说到一半 袖子一甩 冷静下来 我不喜欢他 那些都是他 自导自演的假象 他在宋家 享受了几年荣华富贵 还当做踏板 当上了一国太子妃 出世时 宋家也保过他 这些足以偿还救命针 我有些失望 我还以为 哪捏住了宋燕的软肋呢 固如烟可能也察觉到 处境不妙 拖人来禀告我 说有钥匙找我 他蹲了几天大牢 人都憔悴了 看到我赶紧扒着牢门 宋燕 宋燕他没有来救我吗 没有 他最近消停得很 固如烟眼底希望的光明破灭 语气低落 我后悔了 我当初看不上宋燕是个顽固子弟 一心想当帝王妻 结果到了越国 我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 他似乎回忆起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是金尊玉贵的公主 你肯定想象不到 我在越国 过的是什么日子 越未明 他简直是个恶魔 落到他手里真是生不如死 其实宋燕也不一定要你 我皱眉 你到底想说什么 固如烟疯狂笑起来 歇斯底里的笑 甚至有些猙獰 他大声地说 你中计了 你们都中了越未明的诡计 接着从稻草里翻出一根黑乎乎的长棍 猝不及防 一枪射中了我身旁的小花 这是什么 我赶紧后退 奈何梅他步子快 他弄碎了锁冲上来 用一块带着药味的帕子捂上我的嘴 我没什么力气 扒拉不开 慢慢陷入了昏睡 醒来的时候 在一个陌生的宫殿 我被拐到越国皇宫了 原来越太子被俘 是他精心设计的一场阴谋 深入敌后 让梁国放松警惕 策反梁国大臣 暗中逃走 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发动进攻 里应外合 催哭拉朽 敢独自一人被困梁国 还不担心身后其他皇兄皇帝上位 看来这个月太子 其实对越国上下 但掌控已经牢不可破 越国皇帝估计早就被架空了 真厉害 不愧是一堆皇子里洋谷出来的 皇兄肯定斗不过 而且他还病着 也不知道梁国那边怎么样了 急死本公主了 我被关在大殿 喊了半天没人搭理 砸了一堆东西后 快把整个大殿都拆了 终于砸来了一个人 是个老太监 看到满地狼藉 颤着声音 小祖宗优 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我 喊你主子过来 老太监犹豫 陛下正在进行登基大殿 脱不开身 我面无表情抖出一条步 刚刚拆大殿的时候 顺手撕下来的纱帘 荡成白铃绕到梁上 臭不要脸好 好无聊啊 死了算了 老太监吓得冷汗直冒 姑娘 赵姑娘 咱家现在带您去见陛下 我瞬间乖巧 好的呀 走吧 岳未明确实很忙 忙着登基 悬色袖金的帝王 冠冕加深 越发显得俊眉且莫测 我目标明确 我皇兄和梁国现况如何 岳未明一点也不惊讶 我能折腾到他面前来 只是挑眉 你只关心你皇兄的处境 不先担心 担心你自己吗 身为公主 被抓到敌国皇宫 确实挺危险的 不过一醒来 就在金碧辉煌的宫殿 我连续试探了两次 一次拆家 一次一哭二闹三上吊 半点事情也没有 显然他是打算好吃好喝 把我供着的 只要挂不了 就不耽误我作妖 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随口道 我这么美 你舍不得杀我 主要是身为敌国公主 我活着比死了有价值 可以拿去当人质 或者敲一笔 她被抓到梁国时 我也是这么干的 风水轮流转而已 岳未明眼前的垂珠叮铃 声音也沉缓如珠滚玉盘 梁国战士节节败退 至于你皇兄 他玩味看着我 刚被诊出喜脉 我拧眉 岳未明诧异 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 惊讶什么 我早就猜到了 我的皇兄 其实是皇姐 还被太医院正徒弟 那个小瘪独子勾搭上了 我父皇只有我母后一个老婆 母后生了皇姐 身体不好 太医说以后可能不能再生养了 可赵家有皇位要继承啊 于是父皇想了个馊主意 对外宣称生的是个皇子 后来母后又意外怀了我 难产而死 我生来就没有娘 被父皇亲自教养长大 长姐如母 长兄如父 皇姐两个都沾 父皇嫁崩后 她既当爹又当娘 我俩相依为命 互相扶持 皇姐女扮男装的事 瞒着我 怕我担心 但她最近几年 频繁生病 我感到蹊跷 就偷偷搞了点药扎回来 也不敢让别人知道 只好自己熬夜苦读医书 弄明白了 那是女子抑制月室的药 皇姐久病 我成医 所以我给宋燕熬药食材 那么信手拈来 她病弱 是因为吃了太多乱七八糟 抑制生长的药 我默默把太医院清理了一遍 这样别人就弄不到要渣了 遇到头怀送抱 察觉出异常的女人 一律清理掉 给她扫了不少尾 她一病倒我就守着她 端茶倒水 不假外人之手 其实 她真的不太适合当皇帝 她适合当温婉贤淑的贤妻良母 因为她是母后代大的 母后就是典型的大家闺秀 我是父皇代大的 父皇教我帝王心术 暗中布局 扭转民心 想一步一步让梁国百姓 接受女子为敌 然后好让皇姐恢复女子身份 开开心心当一个女孩子 可她死得太早了 没有办法 皇姐女子的身份败露 是固如燕临走时捅出来的 她之前攀附梁国太子屡屡失败 早有怀疑 现在梁国那边 皇帝被发现是女子 监国公主失踪 越国来势汹汹 内忧外患 估计乱成一锅粥了 而我在敌国皇宫混吃等死 顾如燕只高气扬 带着黑压压一群人进来 冷嘲热讽 昭玉公主 怎么还有心情吃好喝好 这回轮到她的主场了 顾如燕说话 一点都不带委婉 和初见时那柔声细语的样子 截然不同 我神情奄奄 不太想搭理她 顾如燕跟我炫耀 我现在是越国位分最高的贵妃 你只是一个快要亡国的公主 你要是来讨好讨好我 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向陛下求情 日后给你一个全尸 唧唧喳喳 吵得人烦 我一句话让她闭嘴 你不是太子妃吗 怎么太子当皇帝了 你只是个贵妃 顾如燕闭嘴了 过了一段时间 冷笑着平退众人 把我带到了一个偏僻宫殿 你知道这里面都是什么吗 什么 她把门推开 里面挂满了美人包皮制成的宫灯 看着无端甚人 顾如燕 陛下可不是什么怜香惜玉的人 说不定以后你的下场 就是一盏尘灯 岳未明确实是个变态 以后估计也是个暴君 优雅从容的 在大殿上搞酷刑的那种 总之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我要是能被这点小场面吓唬到 我就不用姓赵 给老赵家丢人了 我走进去 左翻翻右剪剪 还评价了一番 化工真不错 然后让我翻出另一个房间来 在最里面 放满了奇奇怪怪的武器 有那天顾如燕打死小花的长棍子 小花说过是火冲 放在能让顾如燕随便进出的宫殿 显然这一批还不是最精锐的武器 难怪越国敢想着吞并梁国 这些都是你做的吗 我问顾如燕 顾如燕很是得意 我提供了粗略的设计图 要不是这些东西 我早就死了 也爬不上今天的位置 我惋惜不已 在梁国的时候你怎么不画出来呢 你画出来 直接给你封王 还用得着勾引男人 他愕然 显然没想到梁国竟然可以封女子为王 他不知道赵家人一向不走寻常路 我不讨厌穿越女 我只讨厌你们这些表里不一的 天天喊着一生一世一双人 自己却四处勾搭 什么时代都有忠诚清醒的人 我父皇只有我母后一个气 因为我母后很爱很爱她 真心需以真心才能相换 他们从不标榜什么 现代世界让你见识了很多现代的思想 可你却只会鹦鹉学舌 你自诩独立自由 却从来没停止过攀附男人 但凡你把心思放正 早就真的闯出一片天地了 话落 一枪命中他胸口 他惊讶地倒在地上 想不到我看一遍 就大概会用火冲了 一点防备也没有 一命长一命 我说 顾如烟奄奄一息的时候 岳未明赶来了 身为阶下囚 我一枪崩了他 心上任的贵妃 此刻正悠闲的客瓜子 这是我第三次 试探他的底线 顾如烟还剩几口气 看到岳未明 眼睛亮起来 虚弱地喊 陛下 陛下快救我 岳未明相当冷漠 只是站定了问我 你为什么杀他 他打死了我家小花 就这么简单 岳未明不再问了 吩咐人把尸体抬走 他对我可真纵容 这底线低到让我自己都吃惊 我凑近了 凝视他的眼睛 好奇地问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岳未明 直接又大胆 给他问猛了一瞬 他眉眼微垂 昭玉公主可能忘了 郑欠你一命争 什么 我就过他 什么时候的事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心虚地避开他的眼神 不过他到底是没有否认我的疑问 我暗暗同情地看他一眼 喜欢我的全都是倒霉蛋 父皇从小以帝王的标准培养我 我赵金玉不可能单于情爱 宋燕有一点说的没错 除了唯一的至亲皇姐 我只喜欢狗和给我当狗的 我笑盈盈得寸进尺 月未明 我闷在店里快发霉了 我想出去逛街 月无名咬牙切齿无奈道 我背负时你把我当狗 处境倒转 结果 震拐了个祖宗回来 不仅要逛街 逛腻了还要去打猎 打猎腻了要放风筝 放腻了天天欺负后宫的妃子 就算在敌国的底盘 也照样骄纵跋扈 直到传来消息 黄姐病逝 我亮呛了一下 独自回了大殿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好几天 茶饭不思 又赶走了一批送饭的人 我看着角落里一个侍卫 扯着她的衣摆吃魂落魄道 宋燕 我没有黄姐了 宋燕一惊 赶紧捂住我的嘴 左右确认了一下 没被人听到 惊疑不定 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混进来的 早就发现了 我粘不拉几 我表面上到处乱逛 其实是在不眼线 找耳目 怎么可能真的摆烂坐以待毙 黄姐没了 几个武将守在前线 如今梁国是宋燕在主持大局 黄姐病逝前把她封为了摄政王 宋燕说让我安心 我之前招揽的穿越者里面 有人制作出了大炮 局势很快就能逆转 我依然是粘不拉几 我以为你会趁机谋反呢 毕竟你谋划了那么多年 宋燕奉谋微锤 顾盼之间灰光引在暗色的阴影里 清冷的声音传出 宋某 愿一事为尘 这话 只有我才听得出来 分量极重 宋燕小时候不仅长得漂亮 还聪明 四岁成师 五岁成章 是远近闻名的神统 所以我母后才那么重义她 可国师说 紫微星有一位之士 指向宋府 我父皇就开始猜忌宋家 宋家夹着尾巴 纵人好多年 连神童都逐渐泯然众人意了 怕被猜忌 所以不许宋燕出头 宋家有意将她养肺 宋燕表面上 确实是个酒囊饭袋 玩裤子弟 一家子自己都没想到 这货从那时就知道伪装了 她肯定是不服 想着谋反 父皇到底是不放心她 阴差阳错 将我俩凑一起后 我没住公主府 住进了宋府 我当晚就端了她的私铲 那栋青楼 没找出什么 在宋府待了一段时间 没发现异常 我就把唯一没排查过的连堂 挖开来了 依然没找出什么 现在 她算是主动暴露了 所以 你那个青楼和和堂 到底有没有猫腻 宋燕美好气道 有 全是要抄家掉脑袋的东西 我把素无双带回去 只是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 好转移东西 我好奇 你不是讨厌我吗 干嘛不趁火打劫一下 宋燕咬着牙 照金玉 你没有心 莫名其妙就生气走了 唉 男人心 海底针 兵败如山倒 越国皇都被攻破的那天 宋燕布置好的人手把我藏了起来 带我出来时 战事已经结束了 她带人占领了皇宫 岳未明被找到时是在那座偏僻宫殿里 捏着一盏精致的宫灯 懒洋洋看着 一点也没有即将赴死的恐惧 她把宫灯递给我 还给你 虽然 你肯定不记得了 你这个人 没有心的 灯一到手 她忽然攥住我的手 放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在我手中 攥着我手 将利刃刺进了自己的心脏 幽深的眸子将我看着 含笑诞声道 命也还你 俊美绝尘的一带帝王 缓缓倒在了地上 头一次亲手结束一个人的性命 我正正地捏着匕首 眼泪不自觉掉下来 不知为何有些难受 低声说 对不起 回到梁国 我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 甚至有人呼吁我登基为帝 毕竟赵家皇族就我一个独秒秒了 况且 父皇布了那么久的局 加上我之前颁布的政令 梁国民风越加开放 女子为帝 他们慢慢就顺其自然接受了 我找到了皇姐藏身的地方 她之前是死盾 我安排的 皇姐 你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当女帝了 我已经给她安排好了返回皇宫的说辞 皇姐一身妇人装束 满脸慈爱地摸着圆鼓鼓的肚子 轻轻摇头 金玉 我觉得 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比起我 你更适合当皇帝 一旁那个太医院的小瘪犊子 拉着我皇姐的手 殿下 其实你才是民心所向 我有些失落 好吧 戴上冠冕的时候 我站在高高的祭祀台上 大臣们离得远 我问宋艳 那你讨厌我到底是为什么 宋艳没回答 只是在典里的空当 眼眸深深 用她那好听的嗓音低声说 殿下 我早就不讨厌您了 我喜欢您 漂亮的眼睛微红 终究是不甘心地 轻声问了一句 您那时候 为什么不救我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满脸莫名 到后来 某一个 希腊平常的晚上 路过长廊时 看着眼角摇曳的灯火 我扶植心灵 想起一桩就是 年少时 越国使团有次来访 和我们一起去围猎 大晚上有猛兽冲进营帐 人群四散 我被工人送到了一个安全的角落 一转头 看到落进极流里的两个人 一个是宋家的小公子 一个是越国的小太子 溪水湍急 我身旁有一根长藤 只来得及拉住一个人 我选择了就下越国太子 因为越国太子若死在梁国 会惹起争端 身为一国公主 我理应顾虑大局 我把那个少年拉了起来 把手里的宫灯塞给他 你等着 拿着这盏灯 会有人来找的 言霸想走 被他拉住了手 少年眉眼厌绝 手急冷 他有些不安 你去拿 我拿开他的手 宋燕被冲走了 我要去找他 接着头也不回 顺着西岸走了 我找他 找了一晚上 后来看到他 被对岸一个女子救了上来 才放心离开 原来岳未明和宋燕 说的是这一桩就是 什么事 住手 我好不说 这一桩就去 我去帮他 我可以去帮他 胡恩 可能 你都不回应 我就看我